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最终幻想十四,浓缩考据攻略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63级迷宫,水下宫殿,紫水宫 位于红玉海海底深处的紫水宫,本来是人们为了回避战争而建造的世外桃源 但是随着妖异的出现,人们被一一剥夺了心智 为了拯救紫水宫,光之战士就定亲自一探究竟 紫水宫是在4.0发售前就曝光的迷宫 优美的水下建筑,一经公布就成功吸引了大家注意力 可以说是目前4.0版本里最富有东方情调的迷宫 建筑迷宫一路前行会遇到一些海洋生物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先说说鲁鱼,这种生活在水边区域的怪物不是FF14的原创 早在FF11里就已经出现 而且甚至建模都没怎么改,直接照搬 水蛇类怪物的起源是在FF3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应该是在希尔科斯塔的一层 值得赞扬的是,FF14里的模型是全新的 没有使用旧版素材 而安康类怪物的模型依旧是从FF11里提取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天图都没怎么改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会产生FF14里的怪物建模 精细度不一样的感觉了 随着我们被喷泉顶上天 我们来到了第一位boss面前 看看这眼熟的模组 还没开打,心就凉了一半 boss1,网切 是传说中的日本妖怪 FF11里就又出现 14里的模型在11的基础上有所改动 比直接照搬还是好多了 网切的机制有点类似于怪物猎人里的失衡值系统 初见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切的技能数量很少 严格意义上只有两招 第一个技能活剥皮 瞄准一个队友发射凝野将其困住 然后冲着被困的队友独巧此技能 解决办法呢 是另外三个人一起攻击boss的后腿 让他失衡倒地 成功后不仅不会受到伤害 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输出boss 和怪物猎人的成奇系统十分相似 第二个技能消化液 召唤一只名为发切的小怪 小怪会点名四个人发射消化液 发动时间不短 由于消化液放出后会在地板上持续一段时间 比较影响心情 所以建议先集中击杀 发切小怪 时间比较充裕 不要慌张 boss会在半血后使用组合技能 同时使用活剥皮和消化液 一般这种时候还是先去集中击杀小怪 因为活剥皮的发动时间真的是长得过分 小心应对 毫无难度 另外 发切和网切都是日本传说里的妖怪 发切就是俗称的鬼剃头 喜欢偷偷给别人理发 而网切就有点损了 喜欢在大半夜里把蚊杖给你捅破 真是一只邪恶的妖怪 解决完虾兵蟹将后 我们正式走进了紫水宫的大门 迎接我们的是被洗脑的宫殿护卫群 装等不高的时候伤害真的很疼 不建议召集拉一波 紫水宫的设计来源明显是出自日本民间传说里 浮倒太郎的故事 而故事中的女主角乙姬也作为boss 在FF14里出场了 在陆续解决了几波宫殿护卫后 我们来到了令人激动人心的第二个boss面前 boss2 宫殿公主 红玉姬 在FF14的世界观里是一位奥龙族的少女 技能一诱惑 全凭攻击 背对无效 被击中会强制靠近红玉姬 无法回避后续技能 处理办法是打开场地四周的御守箱 变成老人 进入闲者时间 这样诱惑就对你无效了 技能二 大拦错 红玉姬自身为原心的大范围腿机 远离回避 如果中了诱惑 就乖乖等着被踢吧 技能三 海底火山 中范围AOE的同时 对两名队友进行连续追击 被追击的队友 请不断保持移动 进行回避 技能四 龙卷腿 对替使用的大伤害技能 无毒条 剑1T 关闭UI 赶紧截图 发图炫养 重复几回合 即可击败红玉姬 紫水宫里的战斗难度相对较低 但是表演性很强 大家可以好好享受 一路花式游泳 继续深入 继续面对海鲜大军 先看看这个大螃蟹 战斗本身很普通 但是看看右图里 FF11里的螃蟹 嘖 这个模型真的是一点都没改 解决后 我们继续面对一群章鱼 海马和鲨鱼 海马姑且算是新模型 还不错 来看看这个鲨鱼 我的天哪 又是一只FF11里 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 看它的纹理和贴图 真的是完美还原 我不禁想说一句 SE 社会社会 鲨鱼怪 究其本源是来自FF1的怪物 自此以后 几乎没有缺席过 注意对付最后几波海鲜的过程中 会有自爆合同干扰 注意远离 爆炸范围 一路来到最深处 终于见到了 把紫水弓搞得一团糟的幕后黑手 紫水腰飞 在获得了虚无界的力量后 开始在紫水弓里 胡作非为 紫水弓一切问题的源头 都是因它而起 技能一 颠狂视线 全屏范围 在独条结束前背对即可 中了会强制随机方向 移动一段距离 没有什么威胁 技能二 一击脱离 召唤两只鲨鱼小怪 鲨鱼会瞄准两位队友 开始独条技能 独条速度很慢 只要集火 杀死鲨鱼小怪就行了 战斗难度不高 处理机制的同时 各位可以四处看看风景 技能三 浓雾 Boss独条后消失 场地上被水覆盖 并出现三个货炮 血量不多 及时打掉就好 此外 浓雾这个技能 是在1988年的 FF2里就有的技能 一直被延续使用到现在 技能四 破水而出 Boss为中心的 中范围AOE 被击中会叠加异伤状态 通过观察水面的波纹 远离一回避即可 注意有时候Boss会往返跑 留心观察就可以了 紫水宫的地图设计 相当华丽 虽然敌人设计上有些偷懒的嫌疑 但是整个体验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 Boss的对替大伤害技能 明为污秽之转 是个二连击 会架杂在普通攻击里面 有减伤的话可以提前覆盖 重复几个回合就可以击破 紫水妖飞是整个FF14里 最简单的四人秘工Boss之一 技能伤害不高 全体攻击也几乎没有 大家可以放轻松应对 击败他后 紫水弓终于恢复了和平 我们也顺利拿到了红玉海区域的最后一个风脉 继续向多马前进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65集再见